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后车区域面积有近16平方米 周边还围上了不锈钢围栏 既安全又干净 据了解 湖中路沿线是白滕湖中心小学师生和周边居民出行的主要交通线路 湖中路公交站原来没有专门的后车区 站牌被立在绿花带中 学生居民后车无处落脚 不得不站在绿花带上 或是相邻的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道上后车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为此群星社区两委通过民生威时事申报了公交车站点改造提升项目 对湖中路沿线共两个公交站点进行改造提升 工程于4月中旬闻工 我们就通过民生威时事去为他们申请这个项目 尽量把后车环境还有周边环境都搞好 就是为了方便居民去出行这样的 如今后车环境完善了 交通安全水平提高了 周边居民都表示 出门乘车更为舒适 安全 便捷了 因为我们等车的地方啊 为了我们就 他们年轻的上下班的 像我们老年人的小厨家 就采购去 就都方便了嘛 位于前务水库水源保护区的龙头山果园 130多门的荔枝挂了不少绿油油的果实 据了解 该果园中有观音绿 仙进凤 糯米茨 贵贝 淤金球等优质品种 目前处于作果阶段还未到成熟期 受前段时间强降与影响 一些早熟品种如观音绿出现不同程度的落果 我们看到这棵树是观音绿 观音绿是我们整个果叶里面最优质的品种 今年生长情况就是刚刚移到果池的生理绿果 和移到布叶 所以胸产影响的对我们的果池 可能产量今年会这么少 百分之五十 林峰河告诉记者 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变化较大 等个交替加上强降与天气 影响了观音绿的作果生长 而仙进凤 淤金球等较稳熟的品种 目前生长态势较好 受天气影响不大 林峰河表示 接下来将加强管理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确保人产 区农业农村局农专家表示 今年的天气较为复杂 气温变化较大 造成每一个品种逆支的橙花 作果率都有差异 早熟品种 观音绿 菲子酵等作果就不理想 大概在四成左右 中熟品种 诺米茨 归位等作果率在六到七成 晚熟品种 仙进凤 淤金球等作果率较好 有近八成 五月十一号到十三号那场大捕园 强捕园就对我们这种大小国的影响比较大 出现了北红亭道那种落轨现象 所以呢 港大港龙 我们面对今年那种天气大环境的变化的考验 我们就不可以掉以轻心 不可以好像往年的经验是这样 我们就是这样做 我们应该要根据北红的天气变化 取取不同的补果措施 然后做好这个病毒害防治 这样才可以确保我们今年来自的产量和质量 据了解 蜜枝是斗门的主要水火作物 今年共种植2.1万亩 主要品种有淮枝 蜜唐城 菲子酵 玉金球 贵位等 分布在斗门 白礁 钱雾 井岸四个镇 总产量预计三千多吨 较去年将有所减少 农业部门将协助农户落实多项保障措施 确保减产不减收 就除了推进我们燃油农业政策性保险 之外我们会配合相关的部门 出台新的险种 特色产业农业的险种 比以强降以指数险 和颓风盖追保险 这一系列的保险 我们将会 重新制度方案 我们就会联系保险公司 做到一个比较快培理培的方式 帮助港大农民 快速这样恢复生产 记者了解到 今年最快上市的品种是飞子孝 将于6月上旬上市 贵位 莫米茨 观音律 则在6月中旬左右上市 管熟的玉金球 先进凤 预计在6月下旬左右上市 今年的荔枝价格 预计较平均上升17% 1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